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单打上场较量 前击场表现出色 11比9 11比7 朱雨林今天打得比较保守 没有控制住比赛节奏 而被水泥炸的孙颖莎迎来大爆发 特别是最后两局 孙颖莎打得非常主动 最终他战胜世界第一位河北队班评逼分 第五盘 今年公开赛表现出色 跟小匠和卓家以3比1击败过夜 帮助河北队拿下关键一分 最终 孙颖莎率领河北女队3比2 击败威冕冠军四川女队闯入四强 威冕冠军四川队止步八强 截至目前 孙颖莎在团体赛八次出场期 胜一副 是球队进入四强的最大攻城 全景赛开赛至今 国庭三位主力选手丁宁 朱雨令 陈茂都有输球 而另外两位主力刘虚文和王满玉 虽然个人保持全胜 但球队却在淘汰赛首轮出局 全景赛团体赛两大威冕冠军上海南队和四川女队 在淘汰首轮和次轮相机出局 足以说明群警赛的激烈程度 国庭队员们想要夺冲国冠军真的太难了